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虚成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来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虚成 常常历史跟我们说 历史是会重演 这个清末有一股叫官场现行记 拿到现在来看 真是格外讽刺 最近发生很多事情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叫做绝对的权利 会造成绝对的腐化 好像是朗朗上口 最近却发生一连串的事情 有一个比较偏绿的财经名嘴 最近在脸书上引述一段话 他说什么清廉骗选票而已 然后被一家偏绿的报纸给引用了 这是很少看见的事情 到底我们最近看到这一点的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解读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的是最近很多案子被搞的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苏惠来现场 苏惠你好 哈喽大家好 诗诚哥好 没有很多案子啦 就一家人而已 就一家人嘛 对不对 你看嘛 你跟志强踢爆那个 他们去印尼 就是苏家全跟这个苏政卿去印尼 然后他们就告你 说这个这回事 我们透过什么私人关系 后来人家知道说 你不要少来这一套 我们跟印尼的官方关系非常好 不用透过什么人力终结公司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来讲好了 我们我第一个很想讲的 是你踢爆那个 我们后面也在讲 那第一个想讲是 最近最新的就是 那个故宫啊 开第一枪 嗯嗯嗯 那个评委啊 自己这个 这个球员兼裁判 然后就通过一些案子 他决定把这个 评委给再见 然后把那个 民进党某派的 那个电视台的 这个案子给 给干掉了 这个评委 这个太夸张了吧 而且不是一个案子 两个案子 是几个评委几百个案子 都给自己人 啊 舒惠 我在新闻上看到说 光是李后庆一个人 在这三四年里面 参加了将近三百个案子 天啊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大家如果去看这些标案的金额 几百万到数千万不等 大家如果试着去想 假设我平均下来 一个标案算你一千万就好了 对几百个 那三百个那就是三十亿了 也就是说 李后庆一个人 可以参与国家三十亿的 这个预算分配 那这会凸显几个问题 第一个 首先 他把标案给了谁 他把标案给了谁 给了自己三等亲 任职的这个配偶 就是他的配偶太太 所任职的公司 这个里面 有没有利益的回避的问题 有没有违反采购法 还有贪污自罪条例 对呀 我觉得这是要去办的 不是只是说 哎呀 故宫难愿说 哎呀 我解约了 那只是一个 那其他两百九十九个呢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的公共工程委员会 里面的名单 因为我以前也担任过 评审委员 名单大概有四五千个 为什么 总是有少资 那这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 哇 他就是大委评审 话主也跟当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会增加很多道德风险 为什么 因为业界人就知道说 哦 李后庆 什么都是李后庆 在当评选委员的 他一定跟当局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预想 设想说 他这个案子要过之前 我可能先去拜访一下 没有 平常就要跟他 对 有一些来往 对对对 实物上我们 在台北市教育局 我昨天才跟教育局开一个会 也是类似的情形 就是每一个学校的营养午餐 被人家揭露说 都是少部分的老师在当评委 而这些老师同时有的又变成是 营养午餐业者的 什么卫生讲习顾问啊 或是什么的 怎么都来这一套啊 对 左右手都拿钱 对啊 所以像这种道德风险 我觉得是采购法 应该要去从修法 从制度面上去解决的 可是淑慧这个太奇怪了 我们以前你知道公务员 这个淑慧有没有比我清楚 公务员不敢随便通过一个案子 干嘛的 因为如果你涉及所谓的徒利罪 你这辈子就完了 对不对 打官司打一辈子 然后最后呢 退休前 案子说没事 你也没有了 可是当一个国家一些投资案的评委 怎么会 淑慧我不懂啊 是人家看不起你们国民大法 觉得说你没你感动 你没你没你没影 我就不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是长久以来都干这种事 包括一些上这个绿色电视台的名嘴 同样干评委 也是一样跟淑慧讲的一样 也是每次都是他当评委 每次都通过自己的案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敢这么干呢 其实在过去更难查 过去我们的评选委员 不但是事前要保密 事前一定要保密 要不然他就会被欲塞 连事后都保密 所以这个案子 每一个案子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评委 说是为了保护评选委员的中立性 可是问题是当你什么都保密 就是一直在吃蜜饯 就跟明讲 但是这几年 因为法令的修正 所以我们的标案的评委 原则上是要公开 除了少部分你说有个案特殊情况 你必须要不公开以外 其他的其实原则要公开 那于是我就这几天也上了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网站去看 我发现民进党还是把很多评委连事后还是勾选 都没有公开 对所以你这些还没有查到 你这些还没有查到 交通部下面有农委会下面有 而且都是行销案 我不明白行销案 因为第一个不涉及国防机密 不涉及外交机密 因为你有一些国防的采购案的评选委员可能要保密 因为他可能是国防方面的专家学者 请问一下行销的采购案的评选委员有什么好保密 是啊 对可是他就是勾说因个案特殊什么考量 哪里特殊 对哪里特殊 所以像这种不透明的地方就必有肮脏污秽 这个是不变的道理 那民进党这几年什么都可以用密件来处理 一个总经理有没有把公司的采购案给自己的太太 给自己的儿子 这个调查过程本来应该公租于世的啊 我们如果今天行政部门去稽查到业者违规 民众也会说你要公布让我知道哪一个业者是坏业者嘛 那何况是说你公营事业里面有这种坏分子的时候 调查完怎么又会是密件呢 然后苏正清到了印尼的这个电报 拍回来电报 明明解密期限已经过了 为什么外交部不愿意拿出来呢 全部的事情你只要用密件 你就想要瞒天过海 这个是会造成就是让民众去怀疑就是 我们的执政党 我们的政府现在到底你没什么 台面上露出来的绝对是冰山一角 苏正清的案子已经所有人都告诉我们说 国民党没法搞啦 国民党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挖出来啦 真的啊 检掉也没那么大胆啦 这个就是民进党派系内斗的结果去弄出来的 请问一下有关于政治人物贪彰王法的事情 难道我们都要等到民进党派系内斗了以后 才会选择性的揭露吗 那结构性的贪污呢 结构性的贪污我们要怎么样才知道呢 我觉得淑慧你刚刚讲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当在野监督无力 不是无力而是无门 然后呢 整个的检掉呢 其实也是动作也是左之右出 为什么他也必须听authority当局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唯一可以靠就是 你们分不均 然后开始斗争 国民党一旦无法有力监督的话 民党认为说 这整碗我的 你比较大我比较小我就不舒服 对不对 然后就不好意思 减计一下 我都认为你跟志强那个案子 虽然是外交部人捐举出来 中间也有 我觉得有一些猫腻在里面 对不对 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我没有对外讲过 其实这封电报是很早之前 就已经检举到我们手上 在苏嘉玄担任秘书 中方府秘书在自己 那一来 我认为要查证 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查证 二来当时已经有传言说 苏嘉玄要当总统府秘书长 那时候还没有当 对 那时候还没有当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他现在是无职嘛 因为他立法院长也没有 然后在当总统府秘书长之前 他是没有职务的身份 我揭露这件事对他杀伤力也不大 对啊 对 所以如果他有朝一日再居要职的时候 我们再来揭露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电报的事情 我大概也放了几个月 所以就是用私底下探寻的 然后所以得到的反应就是 他们很紧张说 委员怎么会去提到这个 这个我们不清楚哦 这种含糊其词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也不敢打草惊蛇这件事情 所以你说是不是民进党有人内斗 把这个东西想借由国民党来打击输家权 其实我不排除啦 我不排除 要不然他自带他总统府秘书长钱 就流出来 可能根本不想让他当上这个位置 对 我不排除 可是问题是 不管什么管道来都好 重点是这种事情还有多少 对 我们不能永远期待坏人 人之间自己 内斗 内斗 分赞不均以后才有一些人被爆出来 了解 我们期待的是 如果这个国家的公务员 公务员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长官叫你做的事 如果是违法的事的话 你真的要勇敢的去把这件事情 检举出来 我们会保护检举当事人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我觉得现在只有靠这样子 变成本来是在野党 要去制衡执政者 但是因为现在民进党真的是 全请一时 大家想想看 蔡英文现在是超级总统 考试 司法 监察 立法 还有那个 都是抓在我手上 东东是民进党手上 在这个时候 对 你说国民党没落英 好 我们确实是现在力气很小 但是现在可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监督力量 叫做全台湾有道德良知的公务员 对 因为民进党再怎么一手遮天都需要公务员帮忙 没错 这段ending我讲一句话 对于你们的查证外交部竟然说 我不证实这封这封电文的真伪 你不证实 没有 其实这就是默认 不然他就会说这是假新闻 没错 好 稍微休息下去了 回到我们郑文豪时辰 哈喽 欢迎回到郑文豪时辰 我是郑诗诚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 监督执政党非常用力的台北市议员 有时会是未来到现场 最近他也被告 我觉得民意代表不用怕 对不对 有民意的支持 本来就这些东西有的没的 本来就是要监督 最近你知道那个某电视台 因为要换照的问题 所以呢他 我知道他们现在自己也很小心 对 做事都卡卡的 对 然后听说这个NCC呢 又把这个某些频道呢 又往前挪啊 往后挪杠杆 因为你知道淑慧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就是我们一些所谓的独立机关 希望不要政党的手介入 包括中选会啊 包括NCC啊等等 等等这些 结果现在感觉上很像东厂外一张 就是不好意思啊 管理在我手头 你怎么办啊 所以现在台湾的媒体啊 我讲说实在的 敢监督执政党的没有几家 而且你不监督执政党还有个好处啊 可以拿到标案啊 是 所以这怎么办呢 小董想要开个玩笑 他说现在呢 全世界唯一两个国家呢 是专门监督在野党的 就是媒体啊 一个是北韩 一个就是台湾 这很讽刺耶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我都会想说 不只是党政军要退出媒体 政府在花在媒体上的这个预算 应该要受到立法的这个限制 因为你不能够说到最后 媒体他 因为照理说媒体应该要播报事实 然后会有观众来看 然后他收视率高 然后他是他的收益是来自于广告 对 可是因为现在他媒体变成是政府养的 所以他其实不管观众看不看 即便我都在胡乱 我都在拍马屁 都没有人看没有关系 我反正拿的是政府的钱 标警案子 对 我有收入来源 政府就是我最大的广告 所以当政府成为媒体最大广告主的时候 大家想看 媒体怎么还会去监督政府 这是个大问题 以前就有某平面报纸 它的最大广告金主就是建商 它里面每一个礼拜周末翻开一看 一半以上的版面 全版都是建商的广告 所以当建商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家平面媒体 还是基本上他就轻轻放下 规避去报道这个事情 那现在是变成是 当时那是个案 现在是普遍性的 政府变成是 几乎是所有媒体的大金主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媒体当然现在全部在监督在野党 全世界所有的媒体都是监督执政者 只有台湾的媒体反过来监督 手无寸铁的在野党 你监督在野党干嘛呢 就算全台湾没有在野党好了 也不代表台湾就会变得更好嘛 淑慧我讲一句难听了 就算国民党解散了 对中华民国目前影响也很小啊 对不对 影响最大是执政党啊 还是有的媒体有的政策节目 专门在监督在野党 还到今天还在监督什么李梅珍 我说李梅珍啊 说几乎不好听了 就算不掉了 只是说票败这个而已 你到底在监督这个有的没 这个意义不大你知道吗 这就是为了攻击而攻击嘛 就拿钱办事啊 我讲难听一点 就是媒体沦为拿钱办事 然后很可悲呢 对的流氓 为什么 因为他就拿钱办事来打谁嘛 那不是流氓是什么呢 对啊 对 所以你有被专门被打过吧 当然有啊 有没有啊 我那个时候在揭露口罩价格 过年春节的时候 卫福部不是释出一批 战略口罩四千万片 八块钱 大家还记得吧 是 第一阶段的时候八块钱在潮商 我那时候就揭露一份公文 我说 你的采购价格只有0.94 为什么你要卖八块 对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不赶快评价的释出 让人家都有 为什么要坚持放在超商 然后说要让超商赚这个赚那个 什么过年的员工费 他过年本来就有营业也 没有你口罩他也有营业也 对啊 然后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然后后来那几天 我就被网军攻击的很厉害 一四五零之类的 东西很厉害 而且到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我民进党里面的学长 打电话跟我讲说 你要小心哦 他们特别开了一个order 是对付对你 什么叫开了一个order 就是因为他们跟网军的合作 可能是开口性的合约 哎我今天 要对付谁 下一个订单 对 然后你去打谁 下一个订单你去打谁 所以当我们的网路 或者是媒体变成一种排除异己的声音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可怕啦 就像最近联合报不是揭露那个御用评委的事情 对对这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民进党那边就透过了一家 我们根本不知道叫什么背景 叫宝岛通讯 然后没有全世界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媒体 然后就说国民党也有御用评委 然后包我也扯进去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真的是瞎到爆 因为这样子说来 全国全国几十万公务员担任过评委的 都要出来给他们吐口水了 为什么 我担任评委的时候是2013到14 因为那时候我是官传局的主任秘书 那一些案子是我官传局的案子 非得要当评委 对 我是依法 我是依法就是评委 而且我不只是评委 我告诉你 我还是评委的主席 那是我家的案子 我是代表的是机关 苏惠我问你 我质询你 那你那时候有案子有给自己人吗 我告诉你 第一个 我那时候没有加入任何党 我没有任何党籍 第二个 我所得标的业者 没有一个是我的亲戚 或是我的朋友 我现在甚至都忘了是谁得标了 因为我们只看案子 再来 我也从来没有一天到这些公司 在我离开市政府以后 到这些公司去上班 了解 对 所以我不知道说 一个公务员在他担任公职的期间 依法参与的评选案 居然也会被这种假装是媒体的幽灵媒体 然后就来打 然后接着民进党在引用这一个幽灵媒体的报导 然后就说 哦 这个是这个媒体的报导 就导致我没有办法去告民进党 了解 因为他就说 我依法有据啊 对他就说那是媒体的报导 所以现在台湾的这个状况 你如果要再去批评说 中国大陆是什么 共产主义没有言论自由 其实台湾也没有言论自由 因为台湾的言论自由是 你讲完以后我去告你 设違法 然后你讲完以后 我去黑你 用王军去黑你 用媒体去黑你 搞到你怕为止 所以这样子的台湾 我觉得是会让民众觉得越来越可怕 然后到时候就会是民众集体的沉默 然后执政者的霸道 苏惠 以前清朝有文字域记不记得 上面有一句话 清风不是字何必乱翻书 抓起来 对 什么叫清风不是字 我们清朝你说清风不是字 这叫文字域 现在一样 现在不是文字域 现在就是 我觉得你游书会对我 某个政党某个执政有问题的话 我就是包括公家的 包括私底下的 我就打死你 你知道这叫杀鸡儆猴 以后谁敢比照游书会这样的爆料方式 你就等着倒霉 是啊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寒蝉效应嘛 是啊 以前民进党不是说国民党什么警备总部啊什么的 你现在比警备总部 更可怕啊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是啊更可怕 因为是用铺天盖地的方式 而且是全民都怕 对 对不对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种游戏 就是那个打地鼠 有啊 拿一个地鼠冒出来 我就一槌给你下去 你现在就是那个地鼠 现在没有台湾就是这样啊 对 谁敢揭露 谁敢爆料 谁敢说反对执政者的话 嗯哼 就会有一根锤子把你打下去 真的 知道把所有的地鼠通通打下去维持 所以淑慧还真得靠他们内斗 因为就说哎呀你们再也不势力不行了 对不对 哎呀我们今晚这么大 人家说迟来正义不是正义 然后呢我们等了半天 好像看了好莱坞电影 我跟你讲好莱坞电影都是假的 那个ending就是 哎这个正义得到伸张 坏人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 在正义正在我们正常的世界里面都不会发生 所以才会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面 我觉得很悲哀 很难过啊 所以我昨天才跟很多网友讲说 其实我觉得最快的争议是什么 希望屏东民众 明年二月一号就发动罢免书正亲 因为只要四分之一就可以罢免 国民法官人民法官 直接来实现所谓的正义 跟连结的政治可能比较快 而且会让其他的民意代表 政治人物才会怕 而且大家都说屏东偏绿 没关系要继续偏绿嘛 你再补选出民进党的立委 我也OK啊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 只要把坏的立委一个一个淘汰掉 补上来的是好的立委 哪一个党都没有关系 席次是哪一个党都没有关系 所以屏东的朋友 你不管是蓝或绿 执行你们手中那一张不爽的罢免票 把苏正亲给罢免掉 支持民进党朋友 你们再补选出一个民进党籍的立委 OK OK 因为他毕竟就会怕嘛 了解 他就不会再去做这些事情了 对 台湾只能这样不断不断的把不好的态换掉 司法是一个权利 罢免也是一个权利 不要觉得很难 因为四分之一就可以通过了 好 我们希望不适任的 不管是哪一个党的 通通给他罢免掉 我们稍微学一下机会 欢迎正午好时辰 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诗成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成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的好朋友 台北市议员游淑惠 淑惠来到现场 哈喽 最近大家 这是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立委 立一的立委 而且是我讲平时一点 朝野立委都有设案 对不对 然后这个案子就是 你知道那个时候 这个立委减半 有人质疑 第一个就是 你当时的立委出于二 然后你因为立委少了以后 那我委员会就是少数人可控制 我如果要怎样 我找这整个就好了 真的发生了 对不对 所以这几个经济委员会的 你看都被找了 然后都都设在其中 然后就是 体质好人 阿怨都阿怨 还有人说 这个什么 有的主播甚至还 还拿这么十万块的香水 anyway都不管 我的意思就是说 淑惠这种事情 检掉 也不晓得是怎么样 然后去做 已经办很久了 说不定也是 也是他们 党内派系的问题 不管啊 反正案子就是爆出来了 觉得 哈 我们立法院的立委租公干这种事情 我们选了半天 你们干这种事 你们不但意识效率不张 然后你选票还可以拿 这个一票三十块 你还拿这个钱 那我们选这个不是 请了解 搞不好的吗 其实哈 台湾的立法委员的权力 真的太大了 对 曾经有一个玩笑话 说立法委员大概除了让男人生孩子 做不到以外 什么都做得到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他全部可以用立法 让自己想要做的做得到 对 二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我大学刚毕业 刚进立法院的时候 你看起来这么年轻 我毕业这么久 谢谢 谢谢 当时就曾经听说有一个立委 他花了非常高额的代价 去买到一个不分区 哇 听说是几亿 那就有人问他说 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 买一个不分区 要我这么多钱 我就日子快开心 对啊 他当时就拿了一本 很厚很厚的关税的税则 你知道我们的关税 因为我们的商品有几十万种 对 每一种都有它的税率 对 每一种都有税率 他就分 从那一本很厚 像六法全书这么厚的里面 翻到某一页的某一项产品 他说 你知道吗 我只要改了这一项货物的税则 然后 就是几十亿的利润 一年 因为他们家族的企业就是台湾这一中货物的最大的进口的厂商 所以它是投资 所以当立法委员他的图利方法不是这么low的说我收你钱然后我帮你去桥市 这个都low了 现在立法委员最厉害的是 我收你钱 或是我收谁的钱 或我为了要赚钱 我直接改掉法律 把法律修改成客制化的服务 这叫客制化的服务 我帮你去桥市 这只是个案而已 你要一劳永逸是不是 我帮你去修法 这件事情 这次苏正清这个 为什么泰流撒下这么史上最高的金额 因为他就是用修法的方式 客制化服务帮你修法 今天当立委变成财团所豢养来客制化服务去修这些法律的时候 包括之前很有争议的旷业法也好 又或者是公司法 公司法会计法 这些法律只要修一点点 到底利益在哪里 我们外行人不知道 但是对于财团来说 他们就知道 差很大 对差很大 数十亿数百亿的事情 所以你说他撒这些钱 真的只有这些吗 会不会有一些人是不敢办的 会不会有人不敢办 对 因为就算是委员会通过好了 还是要有很多人一起去戳这件事 对 所以有没有更大咖的涉入 只是说办到一个断点叫苏正清 因为你苏正清 苏家惹人嫌 苏家现在挡到了别人屏东县长的路 挡到了苏贞昌要当院长的路 因为苏家权是备用院长 所以有没有更高的 我们不知道 只是说以前的立委 可能是徒利一些小事情 现在的立委 居然可以客制化的服务 去修法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 而且台湾的立委根本没有钱 没有制衡 连监察委员都不能够去制衡 对啊 立委 因为立委不是公务员 对 所以他也不受监察委员的制衡 而且在开会期间还不能搜索了 对不对 权力很大 权力非常大 而且立委因为不是公务员 所以你要用贪污治罪条例去办他 我告诉大家 还有的稿勒 还有的稿勒 因为他说他不是公务员 他没有行政权 所以他不会造成实质的影响 那像这个 这一个事情 他最后可能会说 公司法也没有按照我说的去修通过 对啊 没有啊 没有修 没有按照李恒隆的方式 对啊 所以我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 对 好啦 我没有徒利到谁 那他要给我钱 我最多违反政治现金法 我没有报而已啊 政治现金法就罚很少了 对啊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我觉得台湾 立法委员看你敢不敢自清 就是立法来规范自己 不要都只说来图利自己 立法规范自己 财产来源不明的罪加重 收入与财产显不相当 立法委员必须要 自己来制定法来框住他自己 否则立法委员就是个怪兽 你知道淑惠有时候很难 我举个例子 因为有反焉团体 然后到立法院修法 就是关于焉的问题 然后每次反焉团体一看 就是有些游说团体 就会出现在立法院 烟商啊 烟商啊 烟商是最大的游说团体 然后你说他违法吗 我没有游说法 那他也没有 你说我就给政治现金啊 对不对 那其他的部分 其实都违法啦 对啊 他们现在其实台湾该有的法都有 游说法也有 但大家去看看游说法有谁去登记 真的 游说法就是一个空的一个零 真的 大家还记得去年我们揭发的另外一个案子 也不了了之啊 就是苏嘉全的办公室主任 在院长室帮杨慧如桥补助 杨慧如的公司根本没有资格来申请体育署的补助 因为他不是运动团体 对啊 广球我记得 结果他的主任在院长办公室 大概帮他瞧了四五次 到最后连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都被台北市民进党的台北市员 押到立法院的院长室去瞧市 啊 所以 这么丑陋哦 你说苏嘉全 你说清白是你的第二生命 网友说什么 那钱是你的第一生命 对啊 所以 你知道 呃 杨慧如这个案子现在 没有人在讨论第一点 后来不起诉啦 后来他其他案子也不起诉 很糟糕 很糟糕 我就说我们当风头过了之后 那个 讲难听一点 就是 呃 检察官依法办案 这个证据又不明 那我干嘛 我干嘛 给自己找麻烦 对不对 如果怎么样的话 又要起风头 可是不对 我们说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司法是 剩一最后一条防线 发现说 这个防线感觉像 就是 非常的薄弱 好像 那个刑事有了 可是结果不是我们预期的 对不对 淑慧这个案子 比如说立委这个案子 如果拖拖拖 又拖个三五个月 就过去了 我们 这个按照 按照那个台北市市长 柯文哲的鲨鱼理论 对不对 一个案子过来之后 这个这个牌是很大鱼 也是更大鱼过来 这只鱼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案子 我觉得淑慧 虽然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像你 像志强这些 还有很多其他的 这个议员明代 很用力在提 可是问题是 我老是引用少林足球的那句话 就是 谢霆锋他爸 谢险魔鬼队队长那句话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求证 旁证 都是我的人 你怎么跟我斗啊 是啊 是不是 现在不是就这个状况吗 对不对淑慧 所以我刚刚前面才说 现在台湾最大的监督力量 或许要是 我们全体公务员的良心 真的 不管是在各部会的公务员 又或者是司法人员 你们的良心 为了台湾好 陈水扁当年的这个贪毒案 其实也都是来自于 就是公务员的良心 不是民 那一次就不是民进党的那一斗 因为陈水扁已经是 最大的发潜者了 对 不会去逗他 可是这件案子会揭露 还是来自于 就是有公务员的良心 真的 对 包括说司焰案 我相信也是来自于 就是内部人员的良心 所以公务员如果说 这个时候 只想保住手中的饭碗的时候 那拖进去的就是整个国家 整个国家 公务员也不再有尊严 也不再有尊严 所以民进党也是知道这一点 才为什么他们发现说 我一手遮天 可是手指头不是我的的时候 我还是有缝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他才要去修改这个国家的人事任用的法律 真的 大家记得吧 你不用考公务员 只要那个约聘人员 这待个几年就变正式 公务员反弹非常强烈 而且你这些约聘人员都是我的人 对 我就逐步的把手指头都换成是我这个政策 淑慧你这个讲的对 是 本来就是这样 我还以为只是说 你来这做 我给你一个围 保障你的权益 我告诉你 这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要逐步的去把 这个政府体系内的细胞给汰换掉 造成我们连骨髓都是绿的 就像器官移植一样 连骨髓造出来的血都是绿的 达到这个国家永久执政的目标 我连这个缝都不能让它发生 对 才是民进党要去做的事情 哇塞 苏惠你知道 他们上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 就是民进党上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事务官改成政务官 是 就技术官僚变成政治官僚 然后第二件事最近发生 就是我要把这些约聘雇呢 干了几年以后变成正式的 我觉得 这国家的官僧大乱 整个国家的运作会发生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呀是呀是呀 稍微休息下去 让我们正午好时辰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虚成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好朋友 台北市议员尤淑惠 淑惠来到现场 淑惠最近还有个问题跟防疫有关 你知道什么就跟防疫有关 第一个就是 我们不是高雄市长要补选了吗 是 比照上一次 这个罢免模式 发生啊 不要紧 照样可以投票 哎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发烧 现在在台湾各个场合 没有人哪 那个会让你进去 他这一两 超过三十七点五度 你的塞尤那 然后包括 美国的卫生部长 说什么成绩最高吗 那鬼扯淡啊 因为成绩更高的 之前都有来过 不用检疫 我们对美国的检疫 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质疑 因为那个川普在那边乱搞 然后你 因为如果你检疫14天 那个 在美国方面会非常不爽 可是问题是 这跟防疫有关啊 万一你看他一个卫生部长来 要见多少政要 可能要见我们总统都要见 万一他是带着新冠疫情的 还是到时候谁要负责 这个东西就变成说你疫情 不只是防疫 还有政治去影响防疫 对不对 有关于那个美国卫福部长来 不用隔离14天的事情 我是没有意见 为什么 因为我又不会见到他 对要见到他的是蔡英文 是行政院长 你们不怕 你们不怕自作自受 我们何必帮你担心呢 可是大瓜就不用检疫 这个像话吗 没有关系啊 你最后如果说 因为你这样 然后让这个事情 给有防疫有漏洞的话 那你就是政府全垮 你就是重挫全民的信心啊 所以我在想啊 他们敢这样做 他们也不是不怕死 一定进来就会有快筛 有检验过 检验过就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才敢让他去做这个 这叫外交礼遇 我相信这件事情 政府还是做得到 他不会拿自己来冒险 如果他要拿自己来冒险的话 其实我也蛮开心的 所以这是这个部分 然后至于说这个投票的事情 我也想提醒一般民众 如果我们的中选会 用这种放任而不设防的 这个态度 在办这场选务的话 你敢去投票吗 真的 没有发烧的你们敢去投票吗 真的 因为你不知道 有谁是发烧的 旁边站那个是不是发烧的人 是 他其实这样搞 反而有可能让投票率变低 因为我就人很好啊 你居然说不帮我做好保护 说发烧 帮我合力在外面 对 让我安全的投票 那我为什么要去投这张票呢 你陈其脉 反正你都温洞算了啊 我干嘛冒着我的危险去 再帮你投这张票 你又不设防 而且现在台湾已经证实 就是有来源不明的本土感染了 最近都这样了 对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全世界没有很多好事 就是在台湾里面都说是零病例 对 然后从台湾出去的 都都查出来阳性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没有普筛 但是各国现在都有做边境管理 你入境就要筛 所以当我们一出境 一入境别人的国家的时候 马上就被检验出来 大家有没有想过 台湾潜在无症状的本土案例 可能已经多的不得了了 多的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大家很多人都有学过 所谓的统计学 统计学 我们小时候有学过 你一个池塘你捞到了十只鱼 里面如果有一只鱼是有病的 代表说这个池塘可能十分之一有病 对 那你从这个比例去推估 我们现在出境的人有多少 然后被抓到的人有多少 假设是万分之一好了 那也很可怕 那代表台湾也有两千三百个 这种潜在的可能病例 因为流行病学本来就是看统计的 你不可能抓到每一个 他就是看统计的 可能还有潜在病例有多少 然后我如果这边有病 我方圆多少要去做消毒 或是做这个筛检 所以你今天卫福部 每一天只想开记者会 陈时中只想要让大家一直看到他 然后一直跟大家讲说 没事情没事情没事情 然后自己还兼任交通部长 去做观光的推广工作 你这应吗 对啊 就是就算你照神好了 你也毕竟不是真的神 真的 然后就说我神 我法力无边 台湾平安 不可能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 我也愿意拜你 也愿意在家里放你的长生牌位 可是你毕竟就不是神嘛 不要搞成这样 你去面对这个现实 我们最近的出境的人有多少 其中百分之多少 或千分之多少 或万分之多少 结果是有病例的 你推估回来 就是台湾有可能就有这个比例 你知道淑慧最严重的是 我们在那边自嗨 除了日本跟最近这个美国 说我们这风险基地区要开放观光 其他人对我们这种所谓的零确诊 零本土不信 人家没有开放 所以我们以后出国很麻烦 就是说因为你不要说普筛 你就说有些 比如说入境全筛 或是有些人要筛 让他筛 就是你筛减的比例太低了 所以他认为说 你都零确诊 问你是怎么 你在国内零确诊 出去的怎么就确诊了 所以那个而且那个比例很高 所以他就不相信了 这很麻烦 其他国家不相信我们 不会给我们造成危险 为什么呢 他不相信我们 所以他不让我们去 他们也不会来 对 那反而减少了危险 最大的危险在于 我们自己相信说台湾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到处趴趴走的不设防 我们还坐游轮跳岛旅行 那如果 还报复性的观光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执政者 欺骗我们的民众 让我们民众相信台湾是零 对 那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我旁边都是健康的人 我干嘛戴口罩啊 对 人家不相信我们的检疫结果 人家会提高警觉 对 所以风险就会降低 我们太相信自己是零病例的时候 我们就毫无风险意识 对 到最后如果一旦整个激压激压激压爆开的时候 嗯 可能第一次的爆开就已经会超过台湾的这个医疗能量了 这个不是维典审定 意大利也是这样啊 对 很多人都说 哎呀 就是哪一个国家跟大陆往来最多 所以就会病例最多 错 意大利是全世界最早禁止中港澳台四国搬机入境的国家 是 他直接是禁止你搬机耶 不是说你进来要隔离哦 对 进来要隔离 不能来啦 对 他连搬机落地都不让你落地了 对 可是到了三月的时候 他还是大爆发 为什么 因为他以为他那样做了以后 就没事了 他意大利就没事了 对 他把所有的病例都当作流感来处理 OK 然后等最后发现不是的时候 买呼啊 对 因为已经全部都传开了 嗯 所以今天的台湾如果说 一样一直沉迷在政府给我们的迷幻药里面 就是不怕没事情的时候 我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如果发生的时候 台湾会怎么办 而且淑慧现在有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我们因为出不去 所以刚刚说的说跳岛 有的假出国观光 一个澎湖花火节在澎湖塞爆的人 对不对 整个澎湖居民抱怨的钥匙 以后我相信也会这样 因为我们出不去啊 对 我们现在你去日本或干嘛的 你说能过一阵或怎么样 anyway 但是问题是说这样的情况 如果持续下去 台湾到处都是观光客 然后大家以为说台湾都没事了 照顾啪啪啪照 然后你你跟我 然后大家距离都都不保持 你说观光客这么多人怎么保持 什么室外几公尺室内几公尺 那时候真的就像苏惟 那个医疗能量 世界各先进国家 如果遇到大爆发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得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讲了半天 我觉得陈思忠因为被捧上去 刚刚苏惟讲的 捧上去当神 现在没办法走下神坛 所以他就继续神下去 我如果真的普遍发现 台湾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他这个神就不用做了 他本来是位列先班的 封神榜的 这下就完蛋 问题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政府在赌一个事情 赌一个时间 什么叫赌一个时间 时间拖过以后 如果大家都都没有爆发的时候 都是因为台湾很多 可能都是无症状感染 大家看那些海军蹲目舰 对 无症状感染的时候 等于就不知不觉 然后你又不知不觉 好 你又自己有抗体 对 第一个赌这个 然后第二个赌什么 赌疫苗 问世的时间比较快 还是台湾 大流行的时间比较快 对爆炸的时间比较快 就在赌这个 这个等下去 万一是大流行比较快呢 那就看执政长的运气 我希望他运气好 我希望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他运气不好 他运气不好就代表 我们运气不好 真的 对 你知道新冠跟SARS完全不一样 新冠就是那个 朱瑞基公园第一集 那个数学家说的 生命会找到出路 新冠不是一个生命 可是他会自己帮自己找到出路 所以那是很恐怖的病毒 那些奇怪怪的 所谓的这个 衍生一个什么第二代 这个SARS 新冠的情况都已经出现了 我们如果还是那种 钓鱼清新的防疫方式 我感觉很危险 我们跟他赌一把 赌一把问题是我们要倒霉 对不对 其实时间会解决一切 真的 第一个疫苗的问世 第二个治疗的药的普及 第三个是 大家已经慢慢把它 接受为流感化了 了解 流感的死亡率其实也蛮高的 对 那这种东西就是用时间 是可以拖过去的 所以现在其实执政者 就是在吃定民众这种 就是我需要从紧绷的心情之中 喘息 疏解 对 所以执政者也一直在 跟大家报喜不报忧 对 他是完全抓住民众的心理 先把风险这件事 用赌一把的方式去踹踹看 你不能说他不对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 赌一把 只是说这种赌一把的心态 有可能是全赢 也有可能是全输 对 对 全民皆输 所以在这情况下 真为在野党了我们 起码我就会觉得很纠结 因为我希望他赌赢 即便让他民调再高一波 我也希望他赌赢 因为我更不想看到的是 了解 台湾真的被疫情给击垮 了解 对 好 这个鼠辉讲得非常好 不过还是要提醒 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 这个 去玩的时候 不管你是报复性的观光 暑假旅游或观光的话 防疫还是要做好 口罩能戴就把它戴着吧 不然的话真的 呃 跟他赌一把 万一万一没有赌到 挺麻烦的 对 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非常谢谢台北市议员 游淑慧 淑慧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待会儿请继续收听的 DJ Lex 和主持的 Bob国际线欧美航班 我是郑师长 我们下周六同时间再会 拜拜